大家好,我是焦宝妈妈 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款蛋糕的做法 这款蛋糕呢,松软又香甜 做法也不难,非常的简单 首先呢,我们准备熟透了的香蕉三根 我们首先把香蕉去皮 去了皮的香蕉呢,有325克重 我们把它放到一个盆里边 用一个叉子,把香蕉呢,压成香蕉泥 我们稍微的把香蕉泥呢,压得碎一些比较好 因为你压得越碎啊,它的汤汁啊,感觉到就会再多一些 而且熟透了的香蕉呢,更甜 这是60克的白糖 我们加到这个香蕉泥里边 这是植物油,也就是炒菜油 79毫升,我称了称70克重 也加入到里边 再打入一个鸡蛋,这个鸡蛋带皮重66克 接着就用这个叉子的把它们搅拌均匀 让油和其他的这几种融合好 这是一个筛面的筛子 我准备了普通面粉250克 倒入到这个里边,加入了泡打粉4克 苏打粉2克,盐1.5克,把这几样东西呢,都过筛 筛到这个香蕉泥里边 然后开始搅拌 我用了250克的面粉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面粉 还有面糊糊的稀稠来调整 但是这个糊糊不能太稠 你也可以用低筋面粉来做这个蛋糕 我花了大约有三分钟的时间 把这个面糊糊拌均匀了 拌的时候你看到没有干面粉就可以了 放置一旁备用 这是奶油奶酪70克 我们把这一块奶油奶酪呢 也就是奶油芝士 也就是奶油起司,奶油芝士 放到碗里边 加入这个糖霜30克 先把这两个东西呢 给它混合好 待它们混合好以后啊 你可以看到奶油奶酪啊 变得软了很多 变成了粘稠的状态 先加入了一勺的普通面粉15克 把它们拌匀 待这个面粉啊 被这个奶油奶酪吸湿掉以后呢 我又加入了一勺的面粉 这个面粉也还是15克 继续把它们拌匀 拌匀了以后 我又打入了一个鸡蛋 这个鸡蛋呢 带皮重64克 让这个蛋液呢 和它们都融合好 谢谢大家的关注 点赞留言和分享 每一次的点赞和关注 都会让我非常非常的高兴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很快 我们就拌好了这个糊糊 这是一个吐司盒 25乘11.5乘7厘米 也就是长宽糕 我们先倒入一半的香蕉面糊 整理平整 也可以像这样 炖一炖 再倒入一半的奶油奶酪 刚才调好的面糊 我们就是这样一半一半的加入 把这一层面糊呢 也稍微的给它摊平 再倒入一层 也就是把剩下的那一半呢 香蕉面糊呢 也倒进去 这就是第三层了 我们动作轻柔一点 把第三层呢 这个香蕉面糊呢 也整理平整 最后再倒入剩下的 另一半的奶油奶酪的面糊 然后我最后也把这个面糊呢 都整理平整了 如果您不想整理平整 也可以用个牙签 这样画一个图案 也可以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 170摄氏度 340华氏度 先烤10分钟 10分钟以后呢 打开这个烤箱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它已经长高了很多 我用刀呢 在中间轻轻地画了一刀 不深 用锡箔纸盖上 可以保湿 继续用同样的温度烤30分钟 总共烤了40分钟之后 揭掉这个锡箔纸 用一个猪签插进去 猪签上面没有面糊糊就熟了 用同样的温度 再烤5到10分钟上色 香喷喷的蛋糕就出炉了 我把配方写到了屏幕上面 大家可以参考 稍微的亮一亮 切开看一下里面 非常的松软 而且很湿润 喜欢的朋友啊 不妨试一试 这款蛋糕呢 松软 香甜 但甜呢 又不是非常的甜 不是whole甜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请记得点赞 关注 分享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